大家好 歡迎加入TVBS2 100 看世界 我是王欣怡 今天新聞首先先來關心的是 菲律賓明達納爾島呢 就在稍早發生了 瑞士規模6.7的強震 也傳出了許多零星的災情 而且甚至有多棟的建築物受損 目前詳細的狀況 我們趕快交給國際組的記者徐代璇 目擊者說真的是嚇壞了 看來人們在哭 有些人在祈禱 有些人在喊 遮起地震是發生在台灣時間下午4點14分 美國地質調查所測得的瑞士規模是6點7 正央位在西達沃省 西南方約30公里處的外海 深度78公里 非常靠近菲律賓的第二大城 住著2600萬人的打臥室 索性目前沒有傳出嚴重的傷亡 有最新消息持續帶領掌握 今天TVBS看深度 我們先來聊的是 俄烏戰爭的最新狀況 我們還看到說 俄羅斯的軍隊 其實從上個月就開始 對於烏東地區 展開所謂的前行攻勢 前行攻勢也就是說 在敵人在這裡 然後他們會兵分兩個不同的地方 來進行攻擊 也就是加強攻勢 而地點就是阿夫迪夫卡 這一個城市 那為什麼要攻打這裡呢 主要就是因為 其實阿夫迪夫卡 他的位置是在盾內刺客 而盾內刺客 其實早就已經在俄羅斯的控制範圍了 所以他們就認為 阿夫迪夫卡是可以控制盾內刺客的門戶 相對來說 戰略位置是比較重要的 但是俄羅斯發動攻擊之後呢 他們卻面臨了損失慘重的情況 發生什麼事呢 烏克蘭軍隊 他們最新的戰況報告就說 俄羅斯在過去24小時 就已經陣亡了1330個人 也創下單日陣亡最多人的紀錄 但是俄羅斯是不會就此停止的 他們現在還公開了最新的武器 有就是先鋒級音速武器 那這個是什麼樣子的武器呢 他是可以攜帶盒子彈頭的 而且他可以近距離 在靠近目標的時候 跟火箭分離再用27倍音速的高速來飛行 當然普欽也說 這一個武器呢 他是不會受到任何防空手段的破壞 那我們知道俄羅斯除了 不只攻了這個阿夫迪夫卡 他也下令巴赫姆特周邊的部隊 要轉手圍攻 明顯的就是想要突破烏東的防線 就差一兩公尺 炮彈就要直接命中第三突擊旅的壕溝 而且俄軍還派出無人機回船坐標 雖然官兵對空射擊希望破壞行搜 但是俄軍炮兵獲得坐標後 每次開炮就只有些微的誤差 第三突擊旅公布影片指出駐守巴赫姆特的俄軍 在即將入東的這段時間突然變得非常活躍 似乎擺脫過去嚴守陣地的束縛 恨不得把憋了好長時間的怨氣和怒氣 藉由一發又一發的炮彈 朝第三突擊旅的陣地侵巢而出 而且幾乎弹無需發 就在俄軍拼了命不斷開炮時 第三突擊旅官兵只能窩在壕溝裡 等待俄軍停止射擊後才有機會搜集情報 以研判俄軍狂轟濫炸的背後 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戰術需要或戰略意圖 就在這個時候官兵又發現了一架 俄軍無人機朝陣地飛來 剛好成為第三突擊旅官兵的出氣筒 舉起步槍就是一輪典放 打不到沒關係 只要沿著無人機的飛行軌跡撒子彈就是了 總算是皇天不復苦心人了結掉俄軍的無人機 根據烏克蘭軍方情報透露 俄軍這段時間試圖奪取位在巴赫姆特以南的 阿德里伊夫卡和克里什基夫卡兩座城市 希望突破俄軍在巴赫姆特的西南防線 但是俄軍的行動並沒有成功 反而遭到第三突擊旅的重創 據稱戰敗的俄軍留下大批重傷者和陣亡同袍的遺體 在倉皇之中撤離戰場 不過這項消息並沒有得到俄羅斯方面的證實 然而如果說有圖有真相 那麼在阿富迪夫卡的基戰 恐怕不容俄軍否認 烏克蘭第47獨立機械話旅 公開一段打擊俄軍裝甲車隊的影片 烏克蘭無人機緊緊跟在俄軍後方 準備擊殺這輛坦克 但是俄軍並沒有察覺到危險 採取行進間射擊的模式奔向戰場 結果在這個瞬間火光四射 坦克變成一團火球 不過電後的第二輛部戰車 並沒有因為恐懼而停下來 反倒是加快速度一路開炮向前衝 但是依舊躲不過烏克蘭無人機的鎖定 命運如同第一輛坦克的畫面重播 唯一不同的是 這輛部戰車被擊中後 發生了二次爆炸 巨大的威力把炮塔炸飛到半空中 零件噴溅到好幾公里之外 尤其俄軍前段時間 才在阿富迪夫卡遭遇重創 為什麼沒過多久又捲土重來 不得不令人好奇 到底阿富迪夫卡有什麼迷人之處 根據報導 俄軍的目標就是要奪下全歐洲最大的焦炭廠 這種專業工廠的主要功能 是生產煉鋼用的焦炭燃料 而且也可以冶煉加工或回收焦化產品 具有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重要性 也就是說 雖然阿富迪夫卡在戰前只是一個 人口不足三萬人的小城鎮 但是他的戰略價值極高 即便現在幾乎成為一座空城 但是警方還是希望 少數不願離開的老人家 可以配合撤離 要拿著自己去的利益 因為這裡射撞 然後你會被捕捉 可能會不會有機會 明白嗎 那我會這樣做嗎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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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走 我們走到現在所有人都被殺了 媽媽,走 走 那你會做嗎 讓我來 我 那你走 那你走 你拿著水 你吃了 什麼 什麼 远方逐渐传来的枪炮声 让老奶奶不再坚持 这个时候警方赶紧帮老奶奶 带着宠物猫 简单收拾行囊 转往安全地区 乌克兰总参谋部宣称 阿弗迪斯卡守军 已经打退俄军 超过17波的攻势 不过当地大约还有 1500位居民不愿撤离 目前警方和镇长 正在积极劝告当中 因为根据军方的通报资料 俄军依靠倍数与守军的病例 强攻阿弗迪斯卡 已经为防线带来不小压力 尽管俄军蒙受了 好几千人阵亡的重大损失 但是依旧集中兵力 进攻位在焦炭厂 东北方的矿扎堆 据称战况非常激烈 英国军情局分析 俄军在阿弗迪斯卡 屡屡受挫的主要原因 除了乌克兰部队的 无人机攻势发挥的淋漓尽致之外 主要也得益于天然地形的优势 军事专家指出 由于乌东战线属于平原地带 对俄乌两军来说 都是一手难攻的战场 如今的情况是 俄罗斯要占领阿弗迪斯卡 自然扮演了攻击方的角色 但是俄军进攻战术 实在太过死板 老是用坦克和装甲车冲锋 在没有天然掩体的保护下 只能被乌克兰当成火把来打 根本忘记了半年前 瓦格纳佣兵是以什么样的战术 攻入巴赫姆特市中心 当时在普里格金的亲自带领下 瓦格纳佣兵放弃装甲突击战术 而是以步兵小分队的方式 化灵为整地渗透到市区 然后再集结成为一支完整的武装力量 慢慢把乌克兰守军逼退到市中心以外 完成占领任务 如今的阿弗迪夫卡战役 几乎就是巴赫姆特围城战的翻版 只不过负责进攻的俄罗斯正规军指挥官 战术素养确实比不上普里格金 也因此现在传出正在车程接受训练的瓦格纳佣兵 有可能带着巴赫姆特战役的经验 重返乌克兰战场 车程领导人卡德莫夫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公布一段影片 声称瓦格纳和车程部队 在近期展开一场联合训练 为双方带来非常重要的成果 演练内容包括操作各式武器和实弹射击 野战救护与后送等等 虽然并不清楚瓦格纳派出多少人参与这次训练 不过卡德罗夫却在平台上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 强调他相信瓦格纳佣兵不但是勇敢高效的战士 而且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会完全不辜负属于他们的声誉 就在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警告 俄军在短期内还会对阿弗迪夫卡展开新一波的攻势之后 卡德罗夫在这个时间点公布瓦格纳佣兵的训练影片 不免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怀疑阿弗迪夫卡会不会是瓦格纳重回乌克兰战线的试验场 刚刚很多观众朋友说普京真是顽强 没有错这也代表说乌克兰也还在很努力的保卫自己的家园 我们知道在俄乌战争当中 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可以说是最不予疑虑的 在过去呢 2002年俄乌战争开打之后 美国的国会已经拨款了1130亿美金援助乌克兰 但是在现在 美国联邦参议员最新通过的临时法案当中呢 是没有纳入乌克兰的援助案 所以他们现在呢 共和党也提出交换条件 如果要援助乌克兰可以 但是拜登政府要减少非法移民哦 所以呢华盛顿邮报也指出了 接下来美国对于乌克兰援助的金额恐怕会越来越少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他说尾巴冲突爆发之后 的确送到乌克兰的炮弹是减少了 但是他们也会捍卫属于乌克兰的东西 另外乌克兰的外交部部长库列巴呢 他也说欧盟对于乌克兰援助的百万炮弹军援 现在是跳票的 他说原因就是因为欧盟国防工业的可悲状态 所以让弹药供应延迟 但是也强调说虽然很谢谢欧盟 但是会持续的来鞭策他们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其实俄乌战争在持续当中 尾巴冲突也还在持续当中哦 目前最新的状况呢是 以色列国防军说他们已经派了一架战斗机 轰炸了哈马斯领袖哈尼亚 位于加萨的住宅 其实这里呢哈马斯曾经就有指控过 以色列有攻入这里 但是现在以色列证实了这一个行动哦 他们甚至有PO出相关的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就是爆炸的瞬间 那么大家就想说 这一个他轰炸他的住宅 那这个哈马斯的领袖哈尼亚人在哪里 其实这一个哈尼亚他是哈马斯的最高领袖 现在呢他目前仍是在卡达的 他是没有亲自在加萨指挥相关的行动 但是他也被视为是哈马斯 突袭以色列的幕后的主脑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以色列攻入加萨 加萨很多的医院几乎可以说是瘫痪的状态 甚至病患以及陆续的撤离 目前埃及也已经同意哦 将会优先接收30名新生儿 以色列坦克打头正对加萨市中心发动猛攻 每栋建筑都是死角 以军步兵在墙上炸开大洞 进入屋内彻底扫荡哈马斯 另外一头的乙军在海岸冲锋 大批坦克装甲包围 他们拿下加萨地区唯一的港口 也就是哈马斯重要的基础设施 加萨港的营运控制权 随着战斗白热化 不只是西法医院 加萨各地的大医院新生儿 刚来到世界上就身处战火中 还因为颠沛流离 早产儿的数量明显增多 现在埃及总算愿意接收来自加萨的三十多名新生儿 绝境中的重逢故事格外令人动容 盛城医院彻宜的护理人员隔了一个月 总算跟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团聚 报警女儿仿佛再也不愿意放开手 但是还是得想办法逃出加萨 另外一段难民拍下的直级逃难影片 他们把白衣服绑在竿子上 当白旗来举自保 但是路上还是有人死于枪战 无辜百姓永远是战乱的最大受害者 以色列攻入加萨之后 就是希望一举歼灭哈马斯武装分子 但是我们知道哈马斯在加萨这里呢 他们的地下道可以说是非常的缜密 而且周延现在以色列的军队 他们就宣称他们已经占领了 一座地下城指挥中心 而他们也透露 揭开了哈马斯非常神秘的地下城 我们来看到他们说里面 至少有跟几十条的地道相连 而且我们来看到这一张图 它就是说他们这个地下道有一个特殊的竖井 它是有电梯的 也就是说从可以从平面通往到地下 而且这个电梯可以容纳大约是7个人 深度非常的深可以达到地下30米左右 而且大家想住在地下一定需要氧气 还有通讯设备都是有的 包括供氧设备空调设备 还有通讯设备通通非常完善 甚至通讯设备还比地面上的他们的指挥所更加的简单 那现在呢以色列也声称哈马斯他们的总部 就是在西法医院的地底下 以色列也公布了证据的影片 甚至还获得美国白宫的追假认证 但是现在国际的媒体都说 没有办法证实以色列说的话 甚至哈马斯也跳出来指控以色列在说谎 空拍镜头下爆炸火球传出天际 另一个角度更清楚 整栋建筑被炸开 瓦力飞散空中 以色列出动战机轰炸 他们说这栋建筑是哈马斯领袖哈尼亚 在加萨的住家 出了空中攻击 以色列士兵也持续在北加萨地面追杀哈马斯 沙迪那名在激烈交战中变成废墟 从平房到学校一发现哈马斯身影 以色列士兵猛力攻击 只听见枪声四起 废墟中浓烟滚滚 以色列也公布重大发现 这件黄土和瓦力残骸下 出现身不见底的洞口 军方说这就是哈马斯 在加萨西法医院的地道入口 白宫也说他们掌握的情报显示 医院下方就是哈马斯的指挥总部 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指控 哈马斯召开记者会大声反驳 就连约旦外长也跳出来帮枪 他还向CNN控诉以色列说谎 据于在加萨南部 甘尤尼斯等大城 传出收到以色列空投传单 要求他们再度撤离 以军攻击范围可能扩大 也再度引发恐慌 TVP新闻中文报道 好刚刚大家通过新闻画面 也看到救人的医院 现在变成了战场 以色列也公布了影片 他们说哈马斯在医院里面 藏有大量的武器 甚至有些武器还藏在医院的 核磁共振机后面 这一个影片呢 以色列也说这证实了哈马斯 把医院当成作战指挥中心 医护人员拿着手电筒 在加萨西法医院的走廊里 一间间巡视病房 但空中粉尘烟雾弥漫 医护人员一边走 一边狂咳嗽 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 在煤电又恶劣的环境下 一一确保伤患是否疏散撤离 跟着医生的镜头 来到加护病房 这里的状况 更糟糕 伤患被抬到走廊上 整间墙壁被炸出一个大洞 医疗设备全倒在地上 以色列地面部队15号攻进西法医院后 针对这间医院展开定点打击行动 以色列军方表示攻击西法医院是因为他们掌握到情报 哈马斯把这间医院当成作战指挥中心 为了证明医院被哈马斯所用 以色列示出这段气氛中移进到底的鱼片 在医院的多处发现哈马斯藏匿的武器 经过一整天的搜索 已军在核瓷共振中心又发现更多武器 被藏在医疗器材后方 走廊一旁的柜子上同样发现大量枪枝 一军在医院的医院提供 提供医院高层 并向院方运送医疗设备和食品 但哈马斯和加萨卫生部全盘否认 一军在医院的厨房告诉CNN 是权在医院的队长被判判 在 facility and gunfire was heard inside the building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say at this point whether there is any truth to the Israeli claims to the American claims that it is some sort of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 for Hamas but what it clearly is at the moment it seems if you know Gaza is hell the Shifa hospital is the center of hell 西法医院沦为人间炼狱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 痛批犯下战争罪的是以色列 世界卫生组织也再次谴责以色列 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多次批评 以色列大屠杀 如今更多加撒老百姓命在旦夕 埃尔段再度开枪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态度也很坚定 这场冲突已经延烧超过一个月 以色列大学新民调显示 新任纳坦雅胡的以色列人不到4% 但相信以军发言人哈加里的却超过7成 纳坦雅胡开始陷入一场信心危机 TBBS新闻综合报道 以巴冲突在各地也衍生了很多的抗议活动 像是在美国旧金山APEC峰会期间 旧金山的海湾大桥呢 就在当地时间16号 被反以色列的抗议人士停车霸占了 三个小时 直起大声宫高喊快停火 一整排车辆就这样停在旧金山海湾大桥上 这群挺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刻意选在通勤 尖锋时段开车上海湾大桥 还霸占从奥克兰通往旧金山的车道 无视后方驾驶的喇叭声 有些人甚至爬上车顶表达停战诉求 不过这场挺巴示威不止时间点敏感 就在APEC峰位期间 地点还是旧金山的交通干道海湾大桥 加州警方随即出动驱散示威者 多达50人当场被逮 由于人数过多还得排队上铐 示威民众把车钥匙全丢进海湾 警方只好叫来拖吊车 一一清除车辆 这场示威活动至少200人参加 让海湾大桥足足停摆三小时 不少通勤民众受到影响 但挺巴声浪剑掌 抗议潮在全美遍地开花 临近波士顿大学校区的大桥当地时间周四也出现一波抗议 同一天废城街头十字路口也被示威者团团包围 堵住所有方向来车阻挡通行表达停火诉求 APEC峰会期间全美各地示威接续上演 也让各地警方提高警戒 就怕示威变调成为冲突 让国内情势走向失控 地域变新闻 环市人报导 时隔一年拜登跟习近平再度会面 而会前白宫的资深官员也说 台湾议题将会是主要讨论的话题之一 而拜协会结束之后 拜登被记者问到习近平有没有提出攻台的条件 以及中国干预台湾总统大选可能面临的后果 不过拜登都没有直接回答 等了一年美国总统拜登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终于再见面 拜习扩大双边对话 镜头前各三分钟的谈话 两人都没提台湾 拜登记者会提问的四名记者两人问了台湾 但拜登答的简短 白宫提供的会谈摘要 拜登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重申美国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期待两岸旗舰与和平的方式解决 对于台湾选举只字未提 也没有放进北京一直希望听到的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美方呼吁中国要克制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 美方的公开讯息看起来台湾部分变少了 但办公自称官员在对记者转述会谈内容时 却有别于过去以美方说法为主的做法 透露更多习近平的分下谈话 包括习近平表达希望和平统一 但随即表示可能使用武力的情况 台工自身官员表示 拜登接着说美国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 相信要维持现状 也要求中方尊重台湾的选举程序 习近平回应 和平固然好 但有时候必须朝解决方案前进 更说我听了很多美国媒体报道说 我们计划在2027年或2035年以前 采取军事行动 但根本没有这样的计划 没有人和我说过这个 台湾议题不会从美中之间消失 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述 都是讯息传递的外交考量 而另外代表台湾出席APEC的张忠谋呢 他不只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短暂的会面 在今天下午 还跟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单独的会面 谈什么呢 谈台海区域安全以及半导体的供应链稳定 另外习近平也承诺中美的猫熊外交战会持续下去 张忠谋和夫人张淑芬 身材异议现身APEC领袖晚宴 代表蔡总统在这个国际场合 努力拼外交抓紧机会 张忠谋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框 两人聊天聊得很热络 双方针对台美各项议题交换意见 另外张忠谋 周五下午也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单独见面 两人一谈就是20分钟 台美之间的经济合作 重点就放在半导体的供应链 当然台海区域安全也是两人的会谈重点 张忠谋还将安排和老朋友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见面 据拜登称习近平是独裁者 大陆外交部气急败坏回应 让专家大感意外 不过美中关系确实慢慢升温 习近平还承诺要继续猫熊外交 他说这次听到美国人民的渴望 未来会继续把猫熊送到美国 TVP新闻综合报道 当然借着APEC这个难得的场合 各国领袖都忙着举行双编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跟南韩总统尹习岳 也一起来讨论如何来应对北韩的核武威胁 而美国日本跟南韩的领袖 也再度举行三国会谈 继八月的大卫营三国峰会后 美国总统拜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南韩总统尹习岳又在旧金山APEC 齐聚一堂 但三人形成满档 只能先匆匆合照 安田与尹习岳则先开始双边会谈 这也是两人今年第七次见面 日本外务省发布声明表示 日韩领袖讨论到北韩持续核武测试 承诺继续与美国合作 应对北韩威胁 也希望与南韩推动政治安全 与经济文化合作 不过提到印太地区安全 尹习岳还得与一个人打交道 那就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尽管两人是否会谈 还是未知数 但已经先在场边简短对话 推动打造强任的供应链 也是尹习岳这场峰会任务之一 他在企业CEO集会上 第一次和苹果执行长库克相见欢 两人承诺将进一步 强化苹果与南韩零件企业合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到南韩自豪的韩牛 最近遭遇了危机 由于爆发牛节节诊的疫情 全南韩有超过5000头的牛遭到扑杀 而南韩当局也紧急地 为全台的全韩的牛来打疫苗 避免疫情再度扩大 南韩牛节节诊疫情持续扩大 全国出现疫情的养牛场超过70个 累计超过5000头牛被扑杀 尽管牛节节诊只在牛群中传染 致死率低于10% 不会传染给人类 南韩当局还是紧急 为全南韩的牛只接种疫苗 避免疫情再扩大 而原本预期南韩国内牛肉价格 会受到影响 来到南韩超市 却是另一番风景 以批发价格为基准 南韩牛肉价格与一周前 一个月前 甚至一年前相比 都下降了10%左右 林秀价格也保持稳定 没有太大变化 林秀价格与一周前 展开大规模打折活动 目前看来牛节节诊疫情 对消费心理影响不大 南韩政府预测 韩牛饲养规模 比往年增加了30%以上 只要牛节节诊疫情停止扩散 供应将如常稳定 就在韩牛危机当前 有黑心业者趁虚而入 农馆人员查获的这间仓库 堆满从美国等地进口的肉 包装上写着韩国产准备出货 业者变成是食物贴错标签 但农馆人员在业者 供应肉品的餐厅采样 确认证据 这些假装国产的外国肉 在全南韩190多家 知名餐厅流通 由于南韩民众喜好吃韩牛 也愿意付出较高成本 业者钻肉洞挂羊头卖狗肉 从2021年1月开始两年内 非法流通了52顿外国肉品 年销售额达到100亿韩元 南韩农馆愿以违反 农水产品原产地标记等相关法律 将业者拘留 吃肉是不安心 现在南韩民间也开始推行 吃植物肉取代 目前植物肉在南韩市场的 关注度还不够普及 地方政府邀请相关企业和专家 讨论培育植物肉产业方案 进行技术支援 专业人才培养等等 积极研发这项未来食物 走向全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高宗西子湾的沿岸 最近出现了很多的螃蟹 但是让研究人员担心的是 这些都是外来种 而且是没有经济价值的 武装双极械 但是由于认识有限 也提醒民众先不要使用 浑浑的海底有生物正在移动 由于上头还覆盖着水草 模样看起来吓人 而且实际上岸一看 有如外星怪兽的生物 竟然像是一只变形的帝王蟹 原本在电视或生物图鉴才能看到 如今却大量出现在台湾的西南沿岸 原来这是原生于墨西哥 巴拿马一带海域的武装双极械 近十年来 却突然大量出现在台湾海域 从台南的渝光岛到屏东加东 都能发现 根据渝民观察 西子湾及东港一带数量最多 有时一天就能抓到上千只 因此初步研判 武装双极械可能是随着货轮的压舱水 才会进到国内并开始往外扩散 但其实国内也有类似的原生物种 出甲列额械 只是外来种的武装双极械 体型较大 颜色也较为鲜艳 不过没有经济价值 是否破坏原生物种环境 造成生态浩劫 人得进一步观察 等到建立这个讯息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后续的一些 研理的一些研究方向是什么 由于认知有限 不清楚武装双极械 是否透过食物储存毒性 或是本身有毒 因此国家海洋研究院 也提醒民众切勿食用 以免有安全疑虑 TVBS新闻赵丽何一信 高雄报道 好我们来关心到 现在的亚冠赛的最新消息 来看到今天总算传出了一个不错的消息 画面上可以看到的是 台日大战在今天的表现 怎么说呢 前面打了扣人心弦 中华队前一场对上日本队是没有得分 对上澳洲队 正规9局打完也没有得分 被对手打了一个18局的压弹 不过好险今天的澳洲队也没有得分 所以是一路来到了延长赛 来到突破将军事 澳洲连续两天打突破将军事 看起来很free 打击那个是完全free的一个攻击状态 昨天是被很轻松的拿下一个双杀打 今天中华队先攻 真的是想说实力运气都站在我们这一边 延长赛的时候 先靠了承杰线的穿越安打 拿下了宝贵的两分 之后塞成了满垒 也有看到是畜生球再加上了失误 所以最后可以看到上来的是林靖凯 有人说我们要威武 真的很威武 扛出了一支 真的是赛前很难令人想象得到 但是也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个满贯淡 把中华队18局没有得分的怨气 全部打了出来 中场分数是拿了下来 也是6比0击败了澳洲队 再来关心到就是说 另外在前一天我们对上日本队 大家都知道古林投得非常不错 前面几局打得非常好 很可惜一头势头球被对手扛出了一发全雷打 最后曾俊越即将有可能要屡日的曾俊越 在最后关头也没有办法守住失分 最后是4比0在前一天是吞下了拜托 目前战绩一胜一负 加上烧倒之前呢 韩国队也输给了日本队了 刚刚可以看到最新分数是1比2输给了日本 所以现在台日两队都是一胜一负的成绩 关键来了在明天的比赛 也就是在17号的比赛 两队正面对决 谁赢就可以来跟日本队争取最高的荣耀 所以来关键到又是一个完美的剧本 又是台韩战 所以到时候呢 目前呢 这个是国人应该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比赛 怎么说呢 因为赢了韩国 除了出了一个新的院训之外 也是攸关能否晋级再次的来挑战 日本武士队的最终八业 主播 那么看目前呢 还有很多的一个比赛 还有明天的澳洲呢 是要来等下算消化比赛了 因为澳洲已经二连败了 所以他们接下来的比赛呢 就是拼的实力呢 去把这个比赛赛成让年轻的选手来好好的磨练 除了关心雅冠赛之外 在美国大联盟 大谷祥平又有好消息传出了 来看看我们的新闻报道 大谷祥平一脸兴奋 还很难得出镜的爱犬 集长庆祝 因为他确定拿下今年球季 美国联盟的年度MVP 恭喜你 因为你是一个自由选择 完美了 大谷接受MLB节目专访 罕见曝光球场外的模样 他不止没抓头发 还抱着爱犬 超萌狗奴样 让网友直说 想当他身边的那只狗 这次得奖 大谷说努力得到回报 因为真的不容易 大谷祥平不只拿下美联MVP 还是史上第一人 两度以全票一致通过 拿下奖项 连同国联MVP雅古纳 也是全票通过 这也是大联盟第一次 两联盟都是全票MVP 大谷今年季后成为自由球员 花落谁家 传出天使队一年 2032.5万美元的爆价 遭他拒绝 根据股价 他仍是市场最红球星 有机会挑战 5亿美元的合约 传出到其 巨人都有兴趣 就在大谷拿到年度MVP的这天 迪士尼也刚好推出他的纪录片 大谷祥平超越梦想 似乎早就预料到大谷会在这一天 写下新的传奇 TVB的新闻纵报道 好 今天的体态动态 我们也邀请到资深体育主播 陈雅里 来到现场帮我们敬请分析 雅里哥好 西姨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有看到 这一个大谷强品呢 当然毫无悬念的摘下了 生涯第二座的MVP 那当然他也是联盟史上 第一位两度勇夺全票MVP的球员 那我们刚刚在新闻画面周一 有看到他这个狗非常可爱 但是有人说他是最有价值的狗 我想要请教雅里哥 就是这个全票MVP到底有多难拿 然后还想要请教 就是现在大谷虽然受伤了 但是他拿到这个 有没有有助于他未来谈 这个比较好的合约是有加分的 当然我们知道美国职帮大联盟 每年在球季结束之后 就世界大打完之后 这个星期是所谓的个人奖项 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了 包括年度最佳总教练 年度最佳新人 今天可以说是压轴的 两个联盟的MVP 最有价值球员的一个公布 当然没有任何意外了 那大谷翔平跟 亚特兰勇士队的 Rona Kunia Jr 那今天是分别拿下了 美国联盟以及国联的MVP 那这些个人的奖项啊 其实都是美国棒球作家协会 总共30位记者来票选的 那当然有所谓的第一名选票 第二名选票 刚才星期一讲到了 这个第一名拿到全票第一名的难度有多高 事实是非常非常高 大谷翔平上一次拿到MVP 是2021年两年前的是 那今年在隔了一年之后 今年再度是以30张 也就是具有投票权的30名美国棒球作家 包括了记者在内 这30个有投票权的人 都把他们手里的第一名选票 投给了大谷翔平 那今年无独有偶的Ronald Acuna Jr.也是 都是30张第一名选票入选 并不是说这两个联盟 没有其他选手跟大谷翔平 还有Acuna Jr.来比 今年国家联盟到齐队的Mookie Bass 还有美国联盟游记兵 世界大赛冠军队的游击手Cory Seeger 今年表现很好 只不过大谷跟Ronald Acuna Jr. 今年的成绩实在是空前绝后啊 大谷翔平我们之前已经讨论非常多次了 虽然他在8月底就提早关机 但是今年他这样的拿下美联全力打王 而且打击率超过了三成 还有超过20次的一个倒里成功 然后二刀流投手的身份 也拿下了超过10场的渗头 连续两个赛季 二刀流的这样的表现 都拿下双位数的一个渗头 以及双位数的一个渗场次 这样的真的是空前绝后了 就是史上第一次 那Ronald Acuna Jr.也不用讲 今年他总共是打出了41支全力打 还有超过74的倒里成功 过去我们讲到超过100年的美国大联盟历史 总共只有4个人是4040俱乐部 有时单季可以打出40支全力打 超过44的倒里 但是Ronald Acuna Jr.今年是搅出了40支全力打 而且70次倒里这样的史无前例的一个成绩 所以这两个人获选MVP真是实至名归 那讲到大股翔平今年成为自由球员 接下来的身价 其实最近这个礼拜 这几个礼拜我们在节目中有讨论过 那不管上个礼拜讲到的三本游升也好 大股翔平也好 大股翔平现在要争取的 应该绝对就是一份10年以上的一个合约了 那平均年薪超过5000万 那这样总值是一定超过5亿美金的这样一个合约 因为过去在美国的北美的这四大职业运动史上 过去只有NFL也就是美式足球 曾经有过出现总额超过5亿美金的合约 大联盟过去还没有出现过 所以我们也希望看看大股翔平 今年能不能除了拿下MVP之外 再度写下这样的一个合约的新记录 是 没错 大股翔平的表现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旅日好手王柏蓉呢 他先前在脸书PO文 证实自己已经要离开日本火腿队 也强调说离开不是非常冲动的决定 是他已经想过很久的决定 那目前呢 台岗雄仪则是表示 会展现最大的诚意来争取他的家梦 旅日球星王柏蓉13号中午在脸书发文 说从2019到2023这5年的旅程 随着今年球季结束了 将离开日本这片土地 寻找下一个棒球契机 人决定的就是在场上友好的表现嘛 回顾王柏蓉旅日生涯 2019年跟火腿签下三年合约 总额是400万美金 被号99号 第一年一军出赛88场 306个打席 打出78支安打 三支全雷打 打击率两成五五 接下来成绩走下坡 2021年王柏蓉跟球队再续约一年 价码是7000万日元 令含激励奖金 2023年王柏蓉从玉城球员 转到支配下 穿回99号 最后在一军上场 也被外界认为是毕业旅行 王柏蓉在贴文中强调 离开日本并非轻率的决定 也感谢火腿队这几年的照顾 若回台湾打中职 将由台岗取得议约权 据了解台岗雄英 有跟王柏蓉以及经纪公司接触 会跟其他外国球队同步谈合约 有机会反台效力 另外富邦的投手曾俊岳 在11月13号同一天 向球队提出书面申请 取得屡外资格 曾俊岳曾拿下中职新人王 2020季中选秀中 富邦翰将以第七轮指名选境 身为火球派代表 先前就表达过屡外意愿 最佳姐对她有兴趣的球队 也包括日本的火腿队 总管刀业赌记也曾拜访过富邦高层 经纪公司透露目前就是照程序来 有好消息会第一时间跟球迷们分享 TVBS新闻黄国军许又翔台北综合报道 好没错台湾大王王柏蓉 接下来的动态备受关注 我们知道说他的在台湾的老东家 乐天桃园呢 把他的终植意约转让给台岗雄英 那台岗雄英的领队刘东阳他也说 大王很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当然会展现诚意权利的争取 而这个王柏蓉之前前火腿队的好朋友 也力挺他说无论你走到哪都在同一片天空下 很快再见非常爱你我的兄弟 想要请教雅里哥你怎么看 就是王柏蓉有可能会来加谋台岗雄英吗 我觉得现在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吧 因为我记得他在球技结束之后就已经回到台湾 而且上个月中10月中啊台岗雄英的一个聚餐 这里面包括了蓝英伦王毅正 你就是他过去在桃圆队那时候 LAMINGO时期的队友那现在是已经来到台岗雄英 当时我记得在一个他们队上的一个 烧肉的一个聚餐啊还找了王柏蓉去 他们还有留影合影留念 那当然今年在整个中华职棒球季 季中的这一笔台岗雄英呢 台岗雄英呢跟这个乐天桃圆的一个交易当中 林子伟一换三那除了换来了蓝英伦 还有王毅正这一头一打两名老将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交易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所谓王柏蓉 从日本职棒回归之后 他的所谓的一个议约权的一个转让 那当然王柏蓉现在应该就是绝对会去到台岗雄英了 那刚才讲到王柏蓉 我们看到新闻报道里面从2019年到2023年 待在日本职棒总共五个赛季 那这五个赛季里面王柏蓉经过统计 他在日本职棒的一军总共出赛了有270场比赛 其实以场次来说这算是相对来说是偏少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王柏蓉在一开始加盟火腿队 前面三年他跟火腿队那个时候是非常风光的 签下了一份三年的合约 总值超过了三亿日币 那三年的合约走完之后 那火腿先是跟他续约了一年7000万日币 然后今年第五年火腿是跟他签下所谓育成选手的合约 今年王柏蓉的薪水据说大概只有3000万日币 当然比起中华职棒的选手薪水还是来得高 那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 王柏蓉在这五年的一个生涯当中 在火腿队一军的出赛只有270场 那绞出来15只全力打 两成三五的打击率95分的一个打点 那我们知道日本职棒的一个赛季 他们有143场比赛 那王柏蓉这五年以来 平均在一军只有出赛不到60场比赛 我觉得这数目当然是比较偏少的 当然最后这两年尤其第四年跟第五年 一年是育成选手 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二军磨练 那上一军的时间有限 我觉得对于已经30岁的王柏蓉来说 王柏蓉是1993年出生嘛 那当然今年也30岁了 对他来说如果我觉得对于职业的球员来说 他所需要的就是舞台 如果没有办法在日本一军 能够有舞台的一个表现的话 那不如回到他当初 成名立万的一个地方中华职棒 要知道过去他在中华职棒 成绩有连续两年 较出打击率超过四成的 这样四哥男的一个成绩 那虽然在日本的这五年表现不经理想 不过我相信 以30岁的年纪回到 他当初成名的地方中华职棒 王柏蓉接下来 我个人认为还是大有可为的 那当然就是不要被他 我们知道职业球员最重要的 就是他场上的一个调整 一个赛季我刚才讲的 日本职棒有140多场比赛 中华职棒也有120场比赛一整季 那对于王柏蓉来说 职业球员 当然一个赛季有高潮有低潮 那他是不是能够很快的 把自己过去这五年 在日本职棒所学习到的东西 然后带回到中华职棒 然后重新找回 当年在中华职棒 连续两个赛季超过四成打击率的 那一个四哥男大王 因为今年我们也看到这个例子嘛 林子伟透过交易去到了 乐天桃园之后 结果林子伟的表现 不仅在整个例行赛季表现 不是那么理想 甚至去杭州亚运 感觉上也受到球迷非常非常多的批评 那已经30岁的王柏蓉 我觉得这个时候回来 第一个心态要做好调整 那接下来就是好好的来迎接 接下来的赛季 如何来帮助台刚这支球队 看看能不能寻今年 卫权龙队的这样的一个成功之路 看看卫权龙我们今年看到 成军三年 登上预行的三年 去年打进季后赛 今年就拿下了台湾大赛的冠军 我们看王柏蓉能不能带给台刚 这样相同的一个效益 是 其实过去有些选手球员回来 就会遇到一些乱流 当然还是希望 就像亚里哥讲的 主要是调整 就看他怎么样调整他的心态 怎么样调整他的一个技术 跟体能 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台湾指南 最近台湾指南可以说是 有一点不平静像先前这个SBL爆出 前赌打假球的风波 那现在呢 这一个P-League Plus呢 高雄钢铁人他们也在社群媒体 po出来一个题目是不想说再见 他们指控说球队是被污名化 被打压被迫退出台湾的指南 想要请教亚里哥 高雄钢铁人在上一季 有林书豪掀起了一阵旋风 但是这一期却被逼退 是不是台湾指南是球队太多吗 还是您觉得要合并比较好呢 身为体育记者 我觉得就是在台湾的体育新闻 好像永远是负面新闻 要比正面的新闻来得有市场一点 这真的让人是蛮难过的一件事 像刚才欣义提到的 在今天到目前为止 社会新闻占了非常大版面的 SBL超级篮球联赛的育龙队 超过十几名的球员 还有包括教练在那边约团 讲到了PlusLear钢铁人这支球队 当然关注台湾篮球运动的球迷 对于钢铁人就像欣义刚才讲的 因为去年林书豪的加盟 大家开始认识了这支以南部高雄为基地的球队 高雄钢铁人 如果再深入一点的球迷可能知道 钢铁人这支球队其实过去在PlusLear六支球团里面 他们之前一直有所谓的港资 然后是不是有成为中资 他的背后的一个资本 是不是有来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疑虑 那再加上有一些负面新闻 因为钢铁人的前领队 那之前也因为一个网络媒体记者的报导 那涉嫌对记者恐吓 那这件这个案子目前还在法院审议当中 只能说在台湾篮球今年从暑假开始到现在 真的是负面新闻不断 那也由于今年非常多负面新闻的关系 所以也是传出了目前台湾的两个直男联盟 包括了T1联盟 包括了PlusLear 未来是不是要来开始做整合合并为一个联盟 像我们过去中华职棒跟台湾大联盟 这样的一个合并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如果两个联盟要合并的话 就不可能是现在的6队加5队 是11队的这样的一个大联盟 一定会进行所谓的太弱流强 那钢铁人由于先前有 也有刚才提到的所谓的一个中资的疑虑 也有所谓的一个领队 可能涉嫌威胁记者这样的一个负面新闻 所以可能在考量上 会被其他的球团认为是 可能要太足的对象 不过他们也不希望就是说 我们既然是深耕高雄 我们当然也不希望就成为牺牲品 就像今年另外一个联盟 T1联盟的所谓的台中太阳一样 他们因为财务不健全 遭到了T1联盟拒绝来参加历行赛 我觉得两个球团现在面临的状况 都是有可能是会被淘汰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然他们要奋力一搏 是 没错 当然就希望台湾直男 当然不只是直男 台湾的体育环境都可以越来越好 就跟亚里哥讲的 可以有多一点正面的 新闻正面的消息 当然是更好 好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NBA NBA我们大家不知道前几天 我们看到这个勇士队对上的灰狼 他们没想到打了一分钟就爆发了冲突 其中他们的主将K-Ton还有Green都被驱逐出场 而且Green还被禁赛了5场 那想要请教亚里哥 我们知道现在勇士少了受伤的Curry 然后Green又被禁赛5场 他们是不是接下来就会面临一连串的要说战败吗 然后另外快艇的部分哈登加盟了之后 他们好像战机也还没有打出来 他们是不是四巨头的磨合好像也受到质疑 我们知道NBA的新赛季在整个10月底开打之后啊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打了10多场比赛了 那提到的这两支 其实过去都是季后赛的一个常客的这两支队伍 一个荆州勇士 一个洛杉矶快艇 两支球队啊 目前今天勇士队是吞下了5连败 而快艇最近是6连败 那当然讲到了勇士队 欣怡刚才讲到最近他们跟灰狼那场比赛 因为Dreamon Green嘴绿对对方的中锋 Rudy Gobert的一个锁喉手 让他被禁赛5场 那Steven Curry这名三分球王啊 最近也是有膝盖伤势的问题 所以最近的比赛都在勇士当中缺阵了 那在勇士队这边少了那Curry 少了Dreamon Green的这个防守大锁 那唯一的一个射手Claire Thompson 今天在对奥克拉罕马雷霆的比赛 全场10次输手 只射进了一个球 那今天他只得到5分 那今天勇士队总教练也 Steve Curry也讲到说 他们真的是没有替K-Town 创造出投篮的一个机会 因为过去所谓的一个浪花兄弟 你守得住K-Town 你就守不住Steven Curry 那你守得住这两个人 Dreamon Green又在禁训里面搅活 那现在在Dreamon Green跟Curry 都缺证情况之下 那当然仅存的浪花兄弟 K-Town就会受到对方的一个包夹 你看他今天仅仅只有出手10次就好 10次只投进了一颗球 只投进一颗三分球 就可以想象到K-Town今天的状况多惨 当然 我觉得对于勇士队来讲 今年他们要克服的问题真的很多 因为他们整个开季 原本开季是四胜两败的一个状况 因为快点队在开季三胜一败的一个开季不错的情况之下 前面四场比赛三胜一败 但是接下来六场比赛苦吞六连败 而且六连败是他们交易过来了James Harden 组成四大天王F4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Harden需要球权 那原本快点队正中的Russell Westbrook 他也是控球后卫出身 加上Kawa Lainer还有Paul George 那球权要怎么分配 对我们上礼拜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 这样的一个磨合状况 我们想说看看能不能渐入加进 可是事实证明并没有渐入加进 好像有点越来越糟的一个状况 因为Harden跟Westbrook都抢着要球 那现在的一个状况就变成说 当Harden拿球的时候 Westbrook只能够跑到底角来寻找空档 那当Westbrook拿球的时候 Harden就只能当一个像勇士队的K-Town一样 Catch and Shoot这样的一个射手 可是证明这样的效果 好像目前实验下来都不理想 也因此快艇现在六连败的一个状况 在整个西区 他们已经跌到15支球队当中12名 所以勇士跟快艇接下来 当然球季才刚开始整个八分之一了 所以接下来还是有很大努力的空间 是好 没错 我们非常谢谢雅里哥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把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雅里哥 谢谢欣怡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刚刚聊到的是 台湾的这个SBL甲球迁赌的风波 SBL玉龙的多名球员呢 卷入了放水迁赌 那么其实呢 今天也被递检署 第二波搜索 兩名刑警左右借户 戴上帽子和口罩 不发一语被带进刑事局 征讯SBL玉龙球员柯敏豪 今年风光拿下年度MVP 如今却也卷入假球案 涉嫌操控比赛输赢 洗手作战的队友 今年未续约的玉龙前球员邱中博 早一步被带回 好友吴敬影第一时间被爆出打假球 他也被影射放水 第一时间大动作喊冤 现在也成了搜索对象 就连羊匠也涉案 塞內加尔吉的班霸 遭到搜索帶走 臺灣藍坦假球案持續延燒 十七號事件展開第二波搜索 一共約談了十六人 除了邱中博班霸 陳品權 柯敏豪 以及曾經效力韭泰科技的邱紀偉 另外還有黃鴻敏 顏文佐 吳佑任 周伟成共計八名球員 邱信祖頭 以及吳濟穎的黃姓前女友 還有一名賭客也被約談 這十二個人列為被告 知道自己的球員有打假球嗎 你有特化嗎 面對問題點點頭 特地從高雄北上進入事件 四名證人包括前任總教練邱大宗 現任總教練李啟毅 以及一名防護員和一名球員 背號十一號冷面殺手羅正鋒 佳秋風暴持續擴大 玉龍隊幾乎團滅 恐怕還有下一波搜索約談 甚至還有球員涉案 以及稍往其他聯盟 不只傷透球迷的心 更重創SBL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最後跟大家預告 從下週一 11月20號開始 我們的新聞直播延長到6個小時 從下午5點 一直到晚上11點會陪伴大家 也歡迎觀眾朋友來線上 跟我們一起聊天 聊新聞說新聞 好那麼今天新聞的最後 大家看到在我後面這個非常漂亮的夜景 是高雄的夜景喔 那麼也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陪伴 現在已經是晚上10點了 那麼現在氣溫越來越低 所以還是提醒大家衣服一定要保暖 那麼我們下週見